嗨,大家好,我是老何 今天说过的,今天我要出三期节目,说一下修剪 像这盆微月呢,是我上次修剪好的 是吧,意想不到吧 不是春天开得这么好 还有陆续好多花宝 所以这就说明修剪有多重要 所以通过花友问答 我也发现好多的花友还是不会修剪 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张图片 然后坐在桌子前面说不清楚的 那么只有手把手的教 大家看我陆续修剪吧 好,今天有一颗要修剪 来,过来 然后像这一颗,很明显的 当时我留的笋全部开花了 在上面开,是吧 有点牙虫捏一下,没事 然后下面开完了 那么像这样的苗,我们怎么修 怎么样保证平衡 正常来说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如果反过来 像这样子问题不大 下面剪掉就行了 大家如果反过来,上面开花了 下面有花宝怎么办 反过来就会有很大的疑问了 那么我告诉你,还是剪下面的 因为你像这些笋 我都是留着了 我明年的主力开花的枝条 就是这些高的 那么矮的我就是作为一个更新换代 不要塌了 把这个皮套放边上去 怎么样更新换代,就整根剪 好,我去戴下手套 不戴手套还是不行 你先给一点漂亮的镜头 这些花拍一点 好,我们戴上手套 来修剪 先剪一刀是为了看起来方便 那么我这个枝头我就整个剪掉了 这把剪刀厉害 这么粗的可以直接用剪刀剪 这个剪掉 好,轻轻爽爽 这里有个鞋切口45度 剪一刀 这些人家好多也有 好,然后我们说上面 上面如果大家开完花了怎么修剪 我现在没开完那我就做个示范 反正也讲了 那么平衡怎么找 先找最矮的 最矮的这么一串花花像一片叶 这片蒸叶才算 这些副叶不算 咔嚓一刀 那么这个时候 像这两个最矮的剪到这个高度 那另外的枝头 我们也要差不多找到这个高度 然后再选择它以后的门发点的时候 选择一下 这个比较中间比较壮 还可以放的略微低一点 让这个我剪下来拿回家里擦 略微低一点 然后这个 好 这样子就行了 这个还高了一点 这个我要让它往这片叶子门发的话 我尽量这样剪 好 这个高不高 这样子呢 你别看我现在又剪到我的腰间了 但是呢 以后它的这些分支门发了以后 就一个主地之头会分 有的时候两个 有的时候 反正至少两个吧 那它上面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它会门发成基本上十几个枝头 那么像这个花的特点就是 一个枝头上来 五六朵 有时候甚至养分足的话 十几朵花 那就非常非常恐怖了 那个花量 就是你要拼命给肥料 要不然会削包 这个就是 这个我 向大家看这种状态 别急着去剪 我就不剪 等大面积的花开的差不多了 再修剪 所以我这两颗不剪 好 我们进到里面去 说一下另外一颗 我自己种的棒棒糖 就这个里面 好 对 然后里面去 嗯 今天戴着帽子 晒太阳晒的长痘痘 半夜上跟回复网友 第二村冒痘痘 走了 一颗 偶尔还有几朵花 其实这个也差不多 开结束了 那这种状态 我们就是该修剪了 虽然还有花苞 那么很多新手 会造成就是 把蝉花剪了 像这种花苞留着 那你就会造成 未来的整个猪形 就失衡平衡就没有了 那么重点就是 像这种花苞要剪掉的 因为现在只有 这么一两个花苞 并没有找到其他更多的花苞 如果有的话 当然是不剪了 等它其他花苞开完了再剪 那这个时候 大部分都已经很难看了 像这种一串上来 花下一片叶 这片才算增叶 虽然这两片也还行 但是就是一串剪了 先剪 然后像这种特别高的怎么办 肯定要降下来 这个基本上行都保持得很好 我花一剪完 基本上行就在了 大家如果行本身不好的话 修剪的时候要多花点功夫 修剪其实就是一个选择 天平座的人去做修剪 可能会非常非常累 因为老选择不好 可能 我是射手座的 咔咔咔咔咔咔 不管了 剪下去 剪错了 再说 为什么我要剪 这么认真的找里边的枝头 我要剪到根部 剪掉 这是一只 这还蛮好的 好 送给她的 先放边上 那么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办 开始剪芒枝了 那么交叉枝 交叉枝 清空里面 里面像这种落的 还长了个果子 还好发现了 剪的不要 这两个交叉 这个往这边长 这个 这两个是互相交叉的 那你就要选择 哪根粗哪根细 选择粗的留下 那么觉得 这根细 这根细就剪到底 这个不要了 这样就清清爽爽了 都往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朝里的 朝那边差的 咔嚓掉 是吧 然后这里两个也有一个交叉的 这个和这个有交叉的问题 那么虽然这根比较粗 这根比较细 但是这个交叉的厉害 所以在剪棒棒糖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选择 明明一个粗的 或者一个细的 理论肯定是剪细的 但是如果产生交叉 而且你那个位置 像这个芒子 像位置不好 那肯定还是要选粗的 给它咔嚓掉 那么像这个棒棒糖 你看下面的树冠 是我自己修剪的 不是嫁接的 所以它分叉是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这里 都有很多分叉 然后这个比较低的点 是我 未来就是不要了 这个 这一根就剪掉了 那么我整个租型 就会更加的圆论 这个是控制整体租型 然后还是回到 修里面的交叉支 像这个又细又小 你不要留了 这种留着 你从这些地方在门发 长成芒枝的概率特别大 这个往里面插的 不要 这个左右分开还行 但是这边很多支头 所以往这边的格子不要 看这两个 这两个是交叉的 那么你就选 哪个粗哪个细 然后哪个会对整体形状不利 那么这个中间剪掉 我是觉得 所以在这种不停的选择当中 是不是天平座会非常痛苦 所以有些人可能剪不好 不是因为技术不行 就是选择还不够干脆 像中间我尽量清空 别以为这里空了 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支头 这个是芒枝芒点 我剪一下 因为我这个支头我想保留 因为这根再剪掉就太空了 然后上下两个 上下两个 虽然说这个粗 这个细 为什么我剪这个 因为这个剪掉 对租形整体影响 你看是不是原论一点 然后就是这两个交叉 这两个支头都特别的粗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支 这个支头是彻彻底底的交叉 完全没有用 这个先不要 用龙杀的 这个支 这个支也没有用 这种都是剪到底的 然后你再来看 很清爽的 这两根粗的支头交叉 怎么留呢 这边还有一个这么粗的支头 那我的选择是剪这个 这个怎么剪 这个剪到底吧 这个是以前在植株比较小的时候 我选择留下的 虽然很强健 不要了 然后就是面临着 刚才一二三三叉几 中间剪一下 这个太高 然后这个支头 这个支头很强健 很多分叉 中间的先剪空 高处的这个 高处的这个 咔嚓一下 这个支头 这个支头 交叉 交叉的厉害 而且整个不要 这个交叉 为什么剪它 因为它背后有个更强壮的 更强壮的 我要留一点 这种开过花的 怎么选 怎么选 还是选这里 这个都标了 选不好 随便选 没事的 好 总有剪错的时候 也不要紧 你只要敢剪下去 会慢慢好起来 看这种交叉 这么厉害 这么严重 这颗交叉 这么严重 然后看这个交叉很严重 这根特别粗 特别嫩 这根又老又细 那肯定是剪 又老又细的 然后这种滑包 不要舍不得剪 而且这根支头 是斜着长 它要长成了 影响非常大 所以虽然嫩 虽然有花 不要了 虽然有花包 上面现在这个季节 有这个毛毛虫 这种是小鹅子 长得下的卵 这种毛毛虫 要打药 也可以打一下 不打药 无所谓 主要针对用药的 还是剂码 像这个支头 一二三 四个岔 是吧 比较强健 怎么剪 它保持平衡 就这样就行了 这个保持平衡 看 大家看 是不是平衡了 然后这边稍微 有点擦出来 有点擦出来 我为什么朝外剪 朝外的分叉 因为我感觉整体蜘蛛 往这边倾斜了 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 把朝外的这几个叉剪一下 这个高度再降一点 高度再降一点 这个比较强健 收一收 收一收 好 我们远处给个镜头 看一下 怎么样 好 那今天的节目 先做到这里 然后看 我的龙砂宝石的状态 先看一眼 现在天气热了 开出来就惨白 颜色也没有春天 那么好看 那龙砂宝石怎么剪 它其实就是剪蝉花就行 叉叉叉 蝉花剪了就行 好 又不懂得具体留言吧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先到这样 明天见 拜拜 拜拜